作曲都輸 字幕ultur Link如今 字幕詞 作曲 李宗盛 不等觀眾的人 抱歉啦愛人啊 不等背你去看電影 觀眾我 驚不開膽 我買去天空去有咧咧人 天色漸漸降 才有一人人 為了守護咧的夢 這麼多勉強勇敢的人 天色漸漸降 已經不在驚訝 現在就是一日間 看我們嘴修好你來啦 你好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慧玲 如果讓您回想一下去年對你來說 意義最大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呢 2015年金曲獎最佳年度歌曲 今年入圍了一首非常有意義的歌曲 是在去年在街頭唱的很大聲的 《島嶼天光》 今天很高興邀請 《滅火氣樂團》跟我們分享這首歌 《島嶼天光》 首先是我們的貝斯手啤啤 啤啤你好 大家好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吉他手 雨晨 你好 大家好 主唱大正 你好 慧玲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鼓手無敵 你好 大家好 那一天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入圍榜單上 有沒有也很超現實 那感覺真的是滿奇怪的 怎麼說 因為上一屆來說是入圍 我們是入圍兩項 那個比較像是就個人就專輯 專輯跟樂團這樣 然後會覺得說 這個就是表示我們作品有肯定 然後這個是年度歌曲會覺得說 這個是這個世代的事情 我覺得這首歌是代表這個世代 是 這個世代的聲音 雨晨呢 我當下在忙 我們在編信專輯 所以 那時候是誰跟你說的 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在網路 然後他先提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有先看到 就是其實你知道什麼時候 要公佈入圍了 然後去看一下 我沒有看 公司同事傳訊息 我先看到 然後他又再講一次 對 所以你的感覺是什麼 當下是 沒什麼感覺 為什麼 因為我專心在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會先把另外一件事情放著 所以我 過沒多久 我是思考一下這首歌 對我們來說 意義跟 它的定位是什麼 然後知道 再把它跟入圍連結在一起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 好像是還蠻了不起的事情 因為這首歌 我會覺得它 並不是我們的歌 而是這個運動 參與運動的人的歌 對 我等於是覺得是 它是大家的歌 對 然後它入圍就 意義其實蠻奇特的 嗯 其中有個層面是 它其實讓大家 開始關心 自己的國家發生什麼事 嗯 嗯 大家一起補一堂民主的課 嗯 可以這麼說 所以大政你聽到 入圍的時候心情是什麼 其實我是想 都沒有想過 你知道 一年 報名進取獎的歌曲 可能數千首上萬首 對 一首歌要被聽見 其實 它的難度是很高 對 那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哇 滅舞器竟然有一天 可以入圍到這樣的獎項 對 那其實是蠻厲害的事情 嗯 可是你仔細去想想這首歌 其實它有它入圍的條件 因為它是去年很多很多人的共同記憶 嗯 所以就像皮皮他們講的 嗯 就這首歌 其實不單是滅舞器那麼自己的創作 對 它有一種跟外界的連結 所以當然很高興 嗯 這肯定 單就金曲獎來說 這個肯定是落在我們身上 是 可是它的意義其實是 代表我們所有參與這場運動的人 嗯 跟這首歌之間的連結 我們在 去年留下了一個很大的紀錄 嗯 在台灣民主史上 也是會看到的紀錄 對 我相對於我有參與 也感到特別的榮幸 嗯 對啊 嗯 我想這首歌真的去年 在街頭陪伴非常非常多的人 嗯 無敵 你覺得 聽到入圍的時候 我只是單純覺得說 哇 這個評審也太傷腦筋了吧 哈哈哈哈 他們怎麼給自己出這麼難的題目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畢竟還是有點敏感 我覺得 哦 是 所以 今年其他入圍的歌曲其實都還蠻 很單純 對 很單純 是很棒的流行音樂的主流的歌手 張學友 蔡依林 很棒的天王跟天后 是真的真的 對啊 一萬多首歌吧 我猜想 其實不太能去想那個得不得獎這件事 嗯 入圍就很肯定 對啊 是這樣的 我就看到台下有一群 一小群人自主拿起手機 嗯 那個不是北一大設計的 也不是我們設計的 對 一小群人拿起手機 然後 就這樣到副歌慢慢的隨著音樂 點亮點亮 就是從 中開單 格蘭大道的舞台前一小撮 嗯 開始 蔓延就 點點點滿了 整個圓環都是亮的 然後你看到攝影機怎麼拍到處都是亮的 這首歌其實當初在創作的時候 當然是因為在街頭 嗯 聽說 創作出來的時間非常非常短 對 因為它有它的時間性 怎麼說呢 時間破解壓力 那個時候這首歌是怎麼誕生的 這首歌的誕生是因為 北一大的一群同學 影像所有的同學 嗯 他們在 運動開始五天左右 他們就有一個idea 就是說要透過他們的專長 做影像 拍攝影像 拍攝一支MV 來號召更多人投入 對 因為他們前面幾天也記錄了一些 現場的高張力的影像 嗯 那通常拍MV是有歌 然後MV是for歌嘛 對 但是這一次 因為是他們影像發動的 嗯 所以是他們要拍MV 但是沒有歌 所以這時候北一大的同學就 是 因為我們自己一個畫家 也叫陳靜遠 他因為我們 皮皮的本名 對 我們私底下有一些交情 所以他就 他就訊息給我說 立法院每天晚上的晚安曲 都是你們第二張專輯的晚安台灣 所以我們有這個計畫 我們討論了一下 我覺得 很想要找 尿器來幫我們寫一首歌 可以嗎 我一開始是擔心我寫歌速度很慢 可是我還想到 在現場那麼多人 有網路專長 有主持的 有資訊的 有什麼的 翻譯的 你是說在那個街頭的現場 對 在現場大家都用自己的專業 然後毫不保留的去成就這場運動 那或許我們透過音樂 只能夠帶來一些不一樣的力量 所以我就想 好 那就大家都一樣的精神 那我就 不管寫不寫得出來 我就答應你了 這樣子 喔 所以是什麼時候開始寫的 23號凌晨接到訊息 所以白天以後我就去找他們 討論這首歌的定調 我跟肥伊達影像所的見面 見面以後又見到林菲凡一下 我說林菲凡 我確定一下這首歌的風格 因為包括語言跟他的曲勢 因為我們通常是做比較吵的歌 是 他說我現在需要溫柔安靜的力量 這樣子 然後他要去處理那個行政院的那個意外 所以那時候我就好吧 就是我有的線索就是這樣 對 那我就必須回家趕快去完成這首歌 結果你回家之後發生大事了 對 就進了行政院 對啊 對 然後我就是那個晚上把真首歌的基調寫出來 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好好的課不上 好好的戀愛不談 好好的班不上 會在這個時間點 投入這樣一場運動 究竟是為了什麼 對 那我們對台灣的期許是什麼 嗯 在這個夜晚改變了些什麼 其實這個 這個歌的主要架構是在那個晚上 就是24號凌晨 一邊寫習一邊構築成 嗯 所以到24號 一整天完成這首歌 25號我們馬上就進行製作這樣子 這個的錄音的錄製的行程也很趕對不對 很趕 因為那個時候我剛好也在做那個 每個團員都對 超趕 然後我就說好我歌寫完了 主歌前奏我們要用什麼節奏 你覺得鼓什麼節奏好 嗯 然後他就 他就示意了兩三個節奏 嗯 然後我們就一起選 啊就這個節奏 比較有力量 然後 然後就這樣整首歌鋪陳完 我就錄一個工作袋 好解散 大家 大家明天早上要 各自去編曲 對要完成 所以這錄音明天早上一定要完成 因為明天晚上要拍MV 喔 是這個原因 嗯 欸你們那時候接到這個任務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這真的不可思議 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做完 可不可以說一下 那時候接到這個任務的心情 其實那時候會覺得說 不會做不完 只是知道會很累 就是這樣 其實當初想說OK啊那就做 那就做 就是想辦法把它做完 嗯 余誠呢 是這樣子的 我不是擔心他寫不出來 一開始是擔心他寫不出來 無敵有擔心他寫不出來嗎 其實那時候資訊的流通有點混亂 對 所以我是在完全要錄音的當下才知道 原來要錄音了 喔 對對對 所以那是一個不太一樣的流程 所以大家也都覺得 哇現在什麼節目 這樣子 對 然後反正那個晚上就是這樣子 後來他就 鼓 他就知道怎麼打 我們就說好 那無敵加油 等一下幾點給我鼓 這樣子 就兩個鐘頭給我鼓 哇 我們就開始搭Bass 你們超強的啊 木吉他 因為我們其實 這就是老團的價值 因為有一定的默契在 三位是高中同學 對 很有默契 對 那就大家東西拼一拼 欸 曲子錄完喔 剩下 剩下主唱 這樣子 嗯 主唱用什麼心情去唱呢 因為這個詞是你寫的嘛 所以這個心情應該也是你的 不難演繹啦 對因為 因為在寫的過程已經都很清楚知道每一個段落了 嗯 你那個時候寫的心情是自己的心情嗎 其實 很好玩喔 就是 在寫主歌的時候 那時候行政院還沒開始距離 還沒有開始 所以 我只是想要寫 立法院裡面的同學 他們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 進到那邊 坐在這邊 對 前面其實是比較輕 對 一點 所以你寫了親愛的 講親愛的 講媽媽 對 然後有時候明明已經約好要談戀愛 可是就出了這個事情 對 大家可以捨棄約會 抱歉我不能陪你去看電影 對 大概就是助詞的比較輕鬆的 對 可是到 主旋律那邊 那副歌的時候開始 開始我看到流血衝突 我覺得嚇壞 嚇壞 我想說 為什麼 鏡頭在拍然後 警察好像是要把你往死裡打的 那個樣子 全台灣都看到了 那就是一件 不能接受 現在是去年 現在是2014年 為什麼會有這種警察暴力 這種國家暴力 可以這麼理所當然存在 那其實我們離天亮好像還很遠 嗯 因為那是半夜發生的事情 所以後來你就會覺得 哇 那我們到底要期待的天亮會是什麼樣子 這樣子 可是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大家都有這個決心 都有這個團結的心 所以 所以 相信大家凝聚在一起 可以改變一些事情 所以到 其實整首歌的情緒是這樣子 對 那到最後的大合唱是希望大家 我們就是站在一起 對 非得改變 台灣不可 嗯 所以期待他的天光 這樣 對 所以其實在寫的時候 大概就有 大概知道每一段的情緒 唱起來真的很明確 所以也很快就唱完了 唱的時候有哭嗎 唱的時候沒有哭 唱的時候很累 哈哈哈哈 因為已經熬很多天晚上的夜 把它做了 這每一個人都天天都真的真的 那時候真的很累 很誇張 三四天都沒有 就是會不小心睡著 睡覺就是不小心睡著 然後 然後又事情來了被炒起來 所以都是幾十分鐘或一兩鐘頭的事 稍微睡一下下就行了 嗯 嗯 我知道你們為什麼會那麼趕 是因為街頭 然後也是因為 希望可以在凱道那天唱 對 跟我們講一下那天晚上好不好 嗯 嗯 凱道那天晚上 其實那天是覺得 一開始大家會說 應該會蠻多人的這樣 只是沒想到到真的站到舞台上的時候 我還是嚇到了 哈哈 因為人真的太多了 你覺得有多少人 喔 官方應該 真的是十幾萬應該是有啦 嗯 因為真的太多了 然後 整個凱達哥良大道到那個 對 而且是滿到很後面我都看不到鏡頭 嗯 台北醫院 呃 台大醫院那邊 對 那個 那種北門在過去 嗯 其實它是連到那個立法院欸 對 所以我覺得不只十幾萬 對 我就不知道那個 就看不到鏡頭嘛 嗯 所以那時候 就台上就要唱 所以就哭了 你就哭了 因為看到太多人 真的就嚇壞了 嗯 整首嗎 哭整首 沒有 前面而已 後面就忍住了 因為要表演 對 對 你嗎 我是前面的時候滿感動的 你是因為什麼感動 看那個 他們一開始有播放一些影片 對 對 然後你當下那個氣氛 你看影片 哇 好垂淚啊 嗯 然後一直到 表演的時候 我都一開始都還滿 平靜的 嗯 可是一當 頭低下去突然 看 哇 全部都是手機 那螢幕還滿震撼的 對 還滿恐怖的 一堆人 這樣 那已經沒有辦法去數了 有多少了 對 那個時候的氣場 應該非常的強大 很凝聚 對 好像大家就是為了一件事情 到這個地方 對 大正 你有哭嗎 我前面有哭 因為就是那個 北一大他們就是有動 MV的首播 嗯 他們就是改那個時候 是 對 所以他的首播是在凱道上 對 對 播的時候到 其實播的時候那時候 那時候這首歌還不是那麼多人知道 嗯 就是播的時候一邊播 然後我就看到 台下有一群 一小群人自主的拿起手機 嗯 那也不是 不是北一大設計的 也不是我們設計的 對 一小群人拿起手機 然後就這樣到副歌 慢慢的隨著音樂 點亮點亮 就是從 格蘭大道的舞台前 一小撮 嗯 開始蔓延 就點點點滿了 整個圓環都是亮的 然後你看到攝影機怎麼拍 到處都是亮的 嗯 那 我當下感受到是 嗯 我們大家真的凝聚在一起 真好 嗯 第二點是說 也一方面是壓力卸下來 就是 我趕這首歌 然後大家都這樣子 對 陪著我們像瘋子一樣 就不睡覺這樣趕 那 我沒有想到一首歌 他的力量 可以真的產生一點 這麼凝聚的效果 嗯 然後 我覺得 這個任務我完成 嗯 然後我們辦到 啊 吳迪呢 其實那個時候我不在台灣 啊 所以那時候鼓手不是你 他那一天不夠的支援 所以那時候鼓手也是你們北一大 對 對 北一大就是一個優秀的學校 是那個先知馬力樂團的鼓手來支援 對 所以 人家說那你們那個 那個 在凱刀上表演幾次 有沒有很大的感覺 我說有 因為鼓手不一樣 第一次配合 所以 感覺很挫 那倒是真的 這是整個世代的力量 這不會只是 某一個人或某一個團體 可以單獨就可以成就的 嗯 這個是 其實這就是 大家自己 互相成就自己啊 我覺得 嗯 很少有一首 當下在現場發生的歌 可以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力 那個時候 網路上的點閱率 應該很快很快 急速的就飆漲 對 後來你們還出了一個弦樂版 搖滾樂要改編成管弦樂 應該是第一次碰到 嗯 我們是第一次 國外其實蠻多的 國外其實蠻長 是是是 嗯 我想這是 是這樣 因為 這首歌從當初出來 它就是一個公共財的概念 嗯 對 那到年底的時候 我們覺得 也有在思考 要不要收到下一張專輯 是 可是我們大家討論 就覺得 它是一個特別的事件 所以 就把它留在2014 是 那既然是這樣 它也是我們的 也是我們的 創作就像我們的孩子 對 那以往每一首創作 我們都讓它在錄音室好好磨 然後 又給它好的製作環境 嗯 那 所以你們要還它一個公道 對 我們要給 我們要給到底天光一個公道 對 要給它一個盒子 是 要幫它好好的發行 要給它好的錄音室製作 嗯 但是只有一首歌 有點單薄 單曲啊 所以我們就回想到 學運期間 其實那個時候 因為是一個公共 大家都可以使用的版權 對 所以很多版本產生 真的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管弦樂的版本 另外一種力量 對 所以我們就覺得 三個版本 好像成為一張EP 它會比較豐富一點 嗯 那我們就朝這個方向製作 對 那那時候真的很幸運 就是欣文老師他 很樂意 而且很爽快就答應 真的 然後高雄市立交響樂團 也很幫忙 嗯 因為我們是 可能是因為我們是高雄的樂團 是 所以他們特別疼惜我們 嗯 我覺得是這樣子 嗯 整個文化局都是大力支持 嗯 唱管弦樂的版本 跟唱搖滾版有什麼不同 它並不好唱 一開始我有花蠻多時間抓的 這樣子 就你要隨著那個指揮啊 你的情緒啊 然後 每一個樂器你要聽 它樂器的編排是 比如說低音組 高音組 弦樂組 或什麼的管樂組 然後 想怎麼穿插你的人生 在他們的呈現裡面 這樣子 嗯 好玩的經驗 非常好玩 嗯 好 所以其實去年的這場運動 改變了台灣很多人的生命 也改變台灣的生命 嗯 我相信這首歌 應該也對你們改變非常非常大 是 你們樂團的 嗯 經歷裡面很重要的一首歌 如果今天有機會讓你 面對去年這些你的聽眾們 你們有什麼話想跟他們說 就謝謝大家的幫忙啊 對 這個其實 這是整個世代的力量 這不會只是 某一個人或某一個團體 可以單獨就可以成就的 嗯 這個是 其實這就是 大家自己互相成就自己啊 我覺得 嗯 我會想要問他們 還記得 當下的感覺 嗯 那個憤怒 還有 你是為了什麼去做這件事情的 對 記憶還存在嗎 因為 我覺得台灣的很大問題是 三分鐘熱度 嗯 一窩蜂 然後接著健忘 事情就結束了 對 所以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這樣會導致一個 一個國家成長緩慢的原因 可能就是 主要的原因應該是這樣 對 我們現在記得 然後付諸行動 對 然後可是執政者 你會覺得 啊沒關係 反正你們兩個月之後就散了 不用介意 因為做一件事 你沒有貫徹的話 你很容易就被 外圍的因素 把你的意念給打消掉 嗯 嗯 所以你希望跟他們說 還記得嗎 要不要一起堅持下去 對 因為還有很多 不好的事情在發生 嗯 大政呢 其實類似 但是 我不會像他那麼兇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我會覺得 我會想講的是說 其實 運動 或大事件 大家聚集在一起 在一起的時候 是一個比較激情的氛圍 嗯 那時候很多的 話可以 講得很大聲 或什麼 嗯 可是最重要的是 心裡面的信仰 還有對台灣的期望 嗯 那個東西 還在不在 對 如果在的話 我們還有好多問題要面對 對 比如說每一天 比如說修憲 這件事情 是 這是 這是 直接跟去年的 那個 核心價值 其實是 是有 重疊的部分 那修憲這件事情 我們要不要 現在還有很多 當時的 NGO團體在努力 對 我們要不要再 一起Push一下 對 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 因為我們要看到自己 嗯 這個島嶼上面 這部憲法 對 不合理性在哪裡 對 那對我來說就是 當勿自己 18歲的人可不可以投票 對 那趁著 大家對於民主運動的 記憶還那麼鮮明的時候 對 我們可不可以再多做一點 多跨一步 嗯 那你在今年這個時候 我們多改變台灣一點 嗯 那未來的政治 也許不會是 以往那麼不可操控 嗯 就是會 該有的待遺制度 就像我們去年喊的 啊 待遺失衡啊 或什麼的 對 我們能不能讓它正常化 對 能不能透過修憲 然後讓 國家正常化 能不能 透過我們的監督 讓政治人物正常化 嗯 不要再不用拱 對 我們都知道那是不行 對 所以 即便激情不在 我們的信念跟期盼 還在不在 對 在的話我們在各個角落 不一定要那麼激情 可是我們可以 永遠 記在心裡面 對 一直努力 嗯 無敵呢 就會想要約大家 某個時候再來出來一下這樣 啊 就是 就是 記取過去的成功的地方 對 然後檢討失敗的 下一次可以弄得更好一點 嗯 所以其實我今天非常想要 祝你們還有祝大家 就是 早一點看到 島嶼天光 謝謝 我們期待一個更美好的台灣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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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